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阴谋呢?答案并非是那位传奇名将又或者是某位政治天才 而是一位法国的业余间谍 他的名字叫米基尔霍拉德 之所以称他为业余间谍 是因为他虽然被英国情报部门提供过很多情报 但是他并非由英国情报部门培训并派遣的专业间谍 他没有街头人 没有联络线 更没有半点的资金支持 他所谓的团队也是由他自己一手拉拢起来的 就像崔叔前两天评价世界杯上的冰岛足球队一样 所谓业余就是身藏不漏的专业 有人可能会问他为何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给英国人送情报呢 也许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不想看到伦敦这座城市被移为平地吧 回到咱们前面讲到的问题 顾拉德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伦敦呢 时间还要回到1943年8月 顾拉德发现德军正在法国里昂市建造某些 需要大量混领土的特殊工程 这些工程远离神区 呈长条斜坡形状 方向正对着英国伦敦 虽然刚开始顾拉德自己也不清楚德国人在搞什么 但是直觉告诉他 德军可能要有大动作了 于是顾拉德带着自己的四个情报队员 装成劳工以及技术员潜入其中 并冒着生命危险 偷排到了德国工程师手里的图纸平面图 当他把所有的资料汇集到一起后 发现这其实是德国人正秘密不属的 微一型导弹基地分布图 而根据他之前所见 毫无疑问 伦敦将是他们的打击目标 想到这儿 霍拉德自己也被这样的结论清除了一身冷汗 而接下来如何把情报送到英国人手中又成了大难题 因为没有人来接应 也没有专业的无线通讯设备 霍拉德只能是自己亲自去送 这样的方式虽然落后 但却是最可行而且最安全的途径的 当然了 风险也大 1943年10月 霍拉德化装成饭运土豆的农夫 试图趁着清晨的时间 跃进到中立国瑞士 然后再找机会联系英国的情报部门 而那张价值千金的情报图 就藏在他背后一麻袋的土豆中 事情的发展不算太顺利 因为当霍拉德剪开铁丝网 正准备钻过去的时候 突然被冲上来的警犬咬住了 身后还有两个举着枪的德国哨兵 不过霍拉德也足够幸运 因为就在对面 两个瑞士哨兵同样发现了情况并赶了过来 大家都知道 瑞士在二战中始终保持中立 谁也不想自找麻烦去招惹他们 而且 这两个德国哨兵和霍拉德的样子 只是一个饭运土豆的农夫 也没放在心上 索性交给了瑞士的哨兵 德国人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自认为严格保密的计划 却在五个星期后就宣布破产 在盟军战机的轰炸后 超过七成的基地被完全摧毁 这项计划只能是暂时割陷 而德国人更想不到 这条情报居然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送出去的 在这之后 霍拉德因为同伴的失误遭到逮捕 但是无论德国人如何言行豪大 这个业余的间谍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直到二战接近尾声 霍拉德才被瑞典红十字会救出 二战后 霍拉德被英国皇家空军接到了伦敦 并被授予了金十字寻长 要知道 这可是二战期间 英国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了 在致辞中 英军将军霍洛克斯激动的说 实际上 是他一个人拯救了伦敦这座城市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A108连续